充满好奇心的庄小弟 天生身形比较瘦小 动作较缓慢 因此来到花莲茨基医学中心求医 检查后发现他有发展迟缓 鼻过敏和肠胃症状 他吃饭要很久时间 有时甚至要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中医的调理 就是说除了改善他鼻子过敏 那另外也加一点那个调理脾胃的药 那这方面调理之后 他现在吃的食欲有稍微比较进步 除了服药 中医也搭配推拿和雷射针灸 快速点穴 不只降低对小朋友的情乳治疗 也达到活络穴位的作用 像这种发展直缓的话 我们会用针灸这些穴位 来促进他大脑的皮脂的功能 百慧跟四神充 治疗前比较静态的 比方说像画图 他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 就是一坨一坨的 没有那种细节的东西 那现在他就是画的图就比较有成型 比方说可以看出来画的是公主 透过一年多的中医和复健治疗 庄小弟已经有明显改善 也让家人放下心中的牵挂 在新闻一样这天翁国家 画点报道